在選方法裡面有規定 參選人他必須要繳交20萬的保證金 以及呢 如果你選完之後 沒有達到一定的得票數的比例的話 是要末路你的保證金不予發緩 那我們認為 凡是這個參選要繳交保證金 或者是在參選完之後 未達一定比例 而與末路保證金這件事情的 都是嚴重的侵害到人民的平等參政權 以及平等原則 再來 當初呢 我們在這個訴訟過程當中 我們有提出說 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裡面 也有明文的規定 在要保障人民的平等參政權 很可惜的是 這個部分法院並位於採納 所以我們認為 這樣的一個選法法的規定 是違反憲法的參政權的規定 那麼是違憲的 這是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 事件的一個原因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